来抱怨 然后把抱怨的这些讯息 在自己的频道来做评论 那么因为这个讯息来源不明 立委就担心可能缺乏求证的情况下 会影响到国军 甚至会造成国安危机 戴着口罩跟帽子在镜头前 针对网友爆料国军的事情 他不客气地提出自己看法 讲话真的很直接 这位自称是军人退役的网红 评论取材就是来自像这样子的粉丝专业 又网友爆料的内容 以自称经验号称可以分析军中情况 因为我本身担任职业军人18年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在基层任职 所以我想借由这个频道凸显部队的管家问题 让国防部甚至是一般的民众 都可以重视这些问题 但这样的动机引来立委质疑 讯息缺乏求证 这恐怕不只会伤害军人形象 这么单纯而已 可能还有背后的隐藏问题 他的来源不明 动机不明 甚至求证不明的状况之下 我的认知这是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或许贴文会有一些夸大甚至不实 我只是紧针对于如果部队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件 我的想法跟建议而已 就是个人的想法而已 这名网红说评论军中事务都只是个人的想法 而国防部则是强调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希望还是能够透过正常管道 当然要尊重个人的言论自由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寻正常管道来反映事情 就怕有消息不正确的情况影响国军 网红评论军中事务不是不可以 但毕竟国防事务比较敏感 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讯息 评论要有所本要求证 才不会引起争议 东网线许红色罗王哲在台北报道